因為疫情沒有辦法出國 現在有航空公司舉辦累出國活動 全機一百八十四個座位 一開麥就被秒殺 這個行程是飛到日本愛媛縣的上空 繞一圈 從高空來俯瞰日本的美景 跟名勝古蹟 而且機上還有專人導覽解說 今天一早七點鐘 民眾陸續辦理報道手續 就有人特別提著行李箱 說要來好好回味一下出國的感受 想要出國想瘋了 讓累出國旅行圓你一個夢 出發飛到日本上空 讓你好好看一看日本 四國是一個很棒的旅遊地方 在乎內海 在乎大橋 都是很經典的經典 而且平常從空中看 跟在陸地上看 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來到後繼市 日本愛媛縣特產的蜜甘汁 先來趟味覺的享受 還能夠搶先用VR 參觀當地三千年的古湯 在跨海大橋上 體驗騎腳踏車的快感 當然參加累出國 Dresscode也要到位 行李箱怎能忘記 機上的免稅品預購 是買了將近機票十倍的金額 所以東西太多了 就必須帶一個行李箱出來 而且想說竟然累出國 帶個行李箱比較有出國的感覺 帶走回憶 也要帶走滿滿戰利品 也別忘了體驗嵩山機場 最新推出的登機方式 而參加活動的人 在登機的時候 都能夠拿到一份紀念品 另外為了增加 能夠快速通過的時間 不再需要拿著護照做人工的辨識了 拿著登機證通過這個機器 只要避一聲 你就能夠快速的登機 帶領大家飛往愛媛上空 機上一共一百八十四個座位 票價三千九百九十九元起 全部售完 一節想要出國的飲 為了這一套旅程 其實飛機上 也有許多小巧思 包含了頭殿布 都有經過特殊的設計 而且名為乘客 都可以拿到密干狗的抱枕 此外我們現在人 已經在愛媛縣的上空 還有專人親自為您導覽名勝古籍 我們看到這個賴戶內海 來到海峽 跨海大橋 我看整個賴戶內海 欣賞賴戶大橋的全貌 完整的陰島火山 不只名勝景點 飛機餐也要充滿特色 蜜乾汁 蜜乾蛋糕 就連糖果也是蜜乾口味 總之今天可以出國 然後可以享受一下這個機內 這麼特別的機內餐 雖然沒有辦法降落到日本當地的機場 但是至少在上空 也有那種出國的感覺 就覺得我來了 日本我來了 很久沒有這麼 看到這麼多客人 然後這麼忙碌的感覺 雖然忙碌 但是我覺得就是非常的開心 累出國暫時竭飲 不過最希望的還是疫情離去 能來一趟真正的出國旅行 華爾街友賴雅大龍賢台北報導